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SpaceX有些什麼新搞的? 很多淋淋滋滋的太空消息在這個星期很多出現 除了人類去再征服太空和那些星體的新發現 我們逐樣去講一些 如果SpaceX 我自己很期待 接下來去那個星期再發射 但是現在似乎拿那個permit就有些阻滯 如果你留意Elon Musk的Twitter 他一天吵怨巴閉 最近他又吵怨巴閉的那件事是什麼呢? 我是從他的Twitter看到 再在主流媒體上才看到的報道 就是SpaceX他除了載人上太空之外 他現在還有一件事 他再實現了一次 由這個C型的機構去做太空任務 是做到太空漫步的 這次他說剛剛這個星期出現了第一次的Commercial Spacewalk 就是由商業機構去搞太空漫步 你會看到越來越多的任務 就不只是由美國太空總署 或者由一些官方的太空部門去獨立 現在又多了一些新的任務 就可以由C型機構去做得到 Elon Musk發勞騷說 我們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有雙型機構去做太空漫步 為什麼你的政府不恭喜我呢? 你政府做到的時候又要我恭喜你 但是現在我們做到的時候 你又不會恭喜我呢? 但是怎樣也好 現在在媒體上也看到有多少的報導 就說SpaceX是做到太空漫步 做到太空漫步 就是商業化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其實是這樣的 很多東西你要看 就是你可以看回過往的太空發展 OK? 你一開始就可以射到一件東西圍繞地球轉 人造衛星 就不要載人上去 到後來你就看到譬如冷戰時期的 那就可以叫做第一次載人的太空速度的飛行 是不是? 然後不只是環繞一兩圈回來了 就直接可以固定在那個太空上面 一個近地軌道那裡載人去轉 再想就是會不會可以飛上上月亮呢? 有人好沒有人好 再不止的就是建太空站 現在那個國際太空站就是一個這樣的成果 那就是在這些步驟裡面 你一定要需要一些的技術難關 去一步步的克服的 譬如說你從地上能夠上到軌道 你要有一個好的推進器 那就是第一步 你有這個好的推進器 你要去遠一點 然後又可以去到月亮那邊 然後也可以叫進入到月亮的軌道 那裡又要有另一個叫控制方向的那些這樣的技術 還有通訊技術 然後你還可以不只是繞著月亮圈 還可以下去下去再上回來 還可以載人的 那些維生系統和另外一套的為月亮設計的推進系統和降落系統 又是一套技術 是不是 然後還要你整太空站 你不只是一個太空站太空倉 上去那些人在那裡住就算了 你的太空站還可以越起越大 於是你要有一些工程 你可以在太空上面開展的 譬如說在太空上面裝陷一些東西 所以中間牽涉那個地步就是 你還沒起太空站之前 你一定要有能力做太空漫步 然後不只是可以維修自己本身的那個太空倉 而是可以將幾個的部件去組合來 就是變成了太空人 是做了一個太空的建築工人 然後你也都應運而生的 在太空上面用的器具 怎樣穿著這麼笨重的太空衣 都還可以去拿到一個螺絲批來去上螺絲 那些這樣的東西 那你會發覺就是 我會這樣說一下 當你傳統的政府機構有能力去走這個步驟的時候 你都預期商業機構 它都會一路一路去重複走這些步驟 那以往我們不只以這個太空總署 我們不可以由太空站接人回來的 但是現在不是 SpaceX是在做這盤生意了 接近NASA的訂單 波音它嘗試但是剛剛最近這次就失敗了 載到人上就不足夠安全來載人回來 但是我猜它遲早都能克服這個問題 那現在再一步就是太空漫步都做得到 如果你有能力去做太空漫步的話 就是說你SpaceX的太空人可以幫忙去接一些太空站上面的維修任務 需要用到太空漫步 甚至乎太空組部件的組裝 如果你未來是需要一個國際一個新的太空站 它是商業機構自己搞的 那你一定有訓練到自己的太空人做自己的太空漫步 然後就自己裝陷了這個部件 所以我會說你去到重新做一個民營的 民營有份參與太空站的建築 做太空漫步就是一個必須要做的階段 所以我會覺得你就是說太空漫步之前也有人做過 但是不是的 我會看到就是下一代的這些太空站 雖然現在看到就是現在太空站都快要倒閉了 都還不起那個新的 但是我會說接下來再起一個新的太空站 不是那麼難的事來的 是可以很輕巧很快手 然後就可能不是用到一個國家級的資源 是一個商業的機構都可以建一個太空實驗室出來 自己派太空人上去組裝是做得到的 那我會覺得是一個新的太空的運用和運作模式 就是由這個太空 就是由一個私營機構搞太空漫步就走出了第一步 但是如果是這樣 私營機構的話 那些人說哪些人不給上太空 以致到那個國家去給出這個批准呢 那個標準是不同的 那這些全部是地面控制的了其實就 現在你上去太空將東西怎麼放 那你會發覺你只是Elon Marks他完全要受制於 就是美國太空總署和美國他本身那個 就是我忘記了那個機構的全名 總之你好像民航署那些機構 飛行安全委員會那些全部要經過那堆東西的 那基本上就靠地面上面那個的控制 你能夠進入太空的領域 就好像將海關 就是將那些這樣的質素保證 都放在地面上你就已經要進行了 變成太空總署就更加參與 可能越來越多是審核的過程 在裡面 那還有另外就是法律的問題 上對太空那些什麼法律是可以應用呢 但是這個超乎了我們那個節目的範疇 所以就我們不覺得 但是在其他方面呢 比如說去到月球啊火星 因為那個探索的速度越來越快 那一定是的 那現在都在說你只是月亮都幾個不同 就是已經幾個不同國家插旗了 就是有人在上面可以插旗 不是人還不是機器可以是 那另外火星也都是 有不同國家擺了機器上去 也不能說插旗的 但是你要有自己的開發 那所以到了你如果有一個真正建立 比如月亮基地這樣有人上去的時候呢 那就開始有這些叫做主權領土概念 就有這些這樣的紛爭 是啊 那在火星和月球呢 如果我們探索的速度有什麼新的發現呢? 那很多東西就關乎地質的 那我記得都一年有連續幾個禮拜 講一下那些火星的地質 但是發覺那個發現越來越多 現在呢就在講那個關於火星的 其中一個最大的火山 就發覺火星它本身有一些的地質現象呢 就跟我們就是非常之不同的 那譬如說在地球上面 我們先看到一個地質現象 如果你在一個 就是你可以想一下就是 如果你大人小孩一起站在一個床褥上面 你重一點的那個大人 就一定是踩進去就沉得深一點的 那因為你那個床褥本身就是一件彈性的東西 那個承托力呢 就是你很多時候就是 你要變形得越多 才給你足夠的承托 所以你越重的人呢 踩上去的床褥就沉得越深這樣 那你可以想一下這個概念呢 其實不只是放在床褥而揭准的 我們的地殼本身呢 都不是絕對咬咬咬的 我們太輕 所以基本上我們看不到 那個地殼被我們踩了多少 但是如果是一個很大 一座很大的山呢 你是會看到整座山是沉到的地步 連那個地殼都被它踩了一點點 那這種地質現象呢 我們在地球上面可以看到很多 那我們去理解那個 凡是有一些比較高的山的位置呢 我們看到它的地質下面的結構 都被它們沉了下去 踩了一點點了 所以我們的地球是不會 或者很多大自然看到的現象就是 你不會看到重的東西就沉得越深 就不會看到相反的 但是現在在火星上面 真的看到一個違反我們常識的一個現象 我們暫時沒有很有效的理解 只能夠提出一些的猜測 我們觀察一下火星現在最大的火山 當然火星上面很多的火山就不是活躍的了 但是它們曾幾何時有一個很活躍的火山活動 我們去找其中一個火星最大的火山 我們就發覺它這個火山 其實比地球那些還要大的 它不單止沒有沉進去它的地殼 多了不止 它還似乎比其他的地質更加凸出來 所以這個火山不單止只是大 而且高也都高得很離奇 現在對於我們地球研究地質的人 就很難理解了 究竟火星那裡發生什麼事 令它可以說這個這麼大這麼重的火山 不是沉進去它的地殼不止 而似乎在那個地殼下面還有些東西 將它托得越來越高 現在就成為了一個新的火星地質學 一個新的不解之謎 但是找到一個原因沒有呢? 現在就提出了一些假說 有些假說也得到部分一些觀測證據的證實 現在其中一種儀器 我們就是去測量一下 火星的比較深層的質量分佈 那你需要一些外面的衛星環繞 去測量一下上面那個不同位置 它那個萬有引力的大小 從這裡可以反映到它裡面的物質的分佈 這件事我們在月亮裡有做過 甚至在地球上面我們都有做的 有時候很多時候你去找一些地方 它下面究竟有沒有油田呢? 那很多時候就是 鑽油公司很關心這些測量地質的問題 而且這些測量地質的知識 怎樣可以幫我們知道下面有什麼呢? 那這些石油和地質學家 你發覺就叫做走得很近的 所以為什麼讀地質學其中一件事情 原來可以走去這些這樣的油公司去做 就是其中一個原因來的 那說回火星的那個例子 其實它現在也是搖他們去尋找一個觀察 那他們的結論就是 似乎火星下面的那些地質的活動 是比我們想像中活躍 雖然我們不知道下面有什麼 但是似乎就是下面的地質活動 它其中是會幫助它 將這個這麼高的火山是越推越高的 那究竟是一個 就是什麼原因造成一個這樣的地質活動呢? 我們不知道 但是有人就歸咎於就是說 其實呢 你那樣東西之所以能夠違反常理 那個火山不會沉下去 不但還會被推了出來呢? 那一定是下面有個外力去推它 那這個其中一個解釋之一 另外還有一個有趣的解釋的 但是又是未得到證實的了 但是就留在將來看看 有沒有最新的發展來講 有人就說 看見東西不沉下去 還會是凸了出來 除了下面在地心有活動去推它上去之外 另外還有原因可能是來自外面 會不會外面有些東西吸它上去呢? 那我們地球上面 我們是建有這樣的情形的 比如我們想潮池漲退 為什麼那個潮池漲退呢? 其實就是那個 由太陽和月亮 它們輪流會給我們的萬有引力 它們因為萬有引力衍生出來 叫做潮池力的效應 就令到我們地球上面的物質分佈 有時候會凸凸了 譬如我們知道在滿月或者新月的時候 那些潮池漲退特別厲害的 我們就知道這些叫潮池力 這些由萬有引力衍生出來的潮池力 就是其中一個原因 令到你整個地球本身的物質分佈 可以改變一個原因 有人就說這個火星 它之所以能夠無端端有這樣的火山去飆到這麼高 應該是曾幾何時有個都相當之不大不少的 一個額外的火星月亮 火星本身有兩個月亮 但是似乎那兩個就不足以大到的地步 解釋到的現象 會不會曾經是出現一些在外面圍繞著去串大 那個吸引力更大的東西 但是後來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了 那就在外面吸著 令到它上面的物質分佈改變了 就從而令到我們見到一個這麼大的火山 是凸得這麼高 沉內不止不正常地被拉高了 這個就是另一個假說 但是這裡就只能說 這些假說沒有觀測證據證實之前 他們最近只能做什麼呢? 就是做一些電腦的模擬 去看看是否符合這個猜照 所以這純粹就給大家知道 起碼我們現在越來越多證據顯示 就是火星表面上曾經很多有水 大氣曾經也比較活躍 現在我們知道就是連它的地心下面 都是知道它的結構之餘 相信還是有一個相對活躍的地質活動在下面 我們這次在結束我們下次就回來 就是這個科學護益錄